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介绍一下和我一起 现在的问题是 陈水扁当局就和各种台独分裂势力 大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面对猖狂的台独分裂活动 我们必须做好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的必要准备 有关两岸三中方面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当本着直接双向互惠互利的原则 处理明年春节包机相关事宜 直飞既快捷又安全更经济 这样能够真正满足台商的需要 而两岸航空公司 共同参与春节包机业务 才能照顾到双方业者的利益 体现商业公平 至于包机航点 除了上海之外 为了满足台商的需求 还可以增加北京 广州 厦门航点 我们希望按照今年处理春节台商包机的做法 由两岸航空公司 就明年春节包机的技术业务性问题沟通后 达成共识 我们也欢迎台湾的行业工会和航空运输协会 等民间行业组织 尽快与中国民航协会就相关事宜沟通 希望台湾当局 真正从广大台商和航空业者的实际需要出发 取消不合理 不公平的限制 在发表这个政策说明书之前 我们历来关心并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权益保障 我们同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合作 为台湾地区获取相关信息 台湾专家参与国际卫生领域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我们欢迎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 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坚持不懈地 促进两岸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以利于两岸医疗卫生事业共同发展 防止疑病水平的共同提高 陈水扁一再在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做文章 是为了制造两岸的对立乃至冲突 为其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创造条件 我们已经多次的声明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什么都可以谈 包括台湾地区 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 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 但是陈水扁拒绝谈判 这说明他为台湾民众征服指是假 搞台独是真 要发布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样来解决呢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中国人内部 自己内部的事来把它解决 所以我们把这个航线定位成是两岸航线 但是我要说明 对于有些人企图把两岸的三通 或者说两岸的航线 说成是国与国的 或者是准国际的 或者是变相的国际化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 他不但摆翻拖延开放三通 而且极力使三通问题 政治化不够大